各位同學大家好 因為大家之前參加了銀心素銀 部分同學參加了銀心素銀 所以我現在這邊有幾個影片 第一個是關於我們這學期的設計實作的說明 告訴大家說這三個題目底下你該怎麼樣實作 然後我們大概預期的步驟會是什麼樣子 這是第一個 另外我們會有三個影片 是針對三個主題來分別做關於場域的 關於人跟人之間互動的 還有關於理解科技三個主題來跟大家做介紹 這三個主題其實是我們這個禮拜上課的內容 因為有同學因為銀心素銀的關係沒有辦法過來 所以我們現在有另外這三個影片來給大家做複習 首先我們這個影片要跟大家說明就是關我們實作的部分 那這個應該跟每個同學都息息相關 那請大家 注意這個影片裡面我跟大家提到的一些關於課程的規定的部分 遊戲存檔中請勿關閉電源 我要提醒大家就是這學期的實作它是我們最後有一個發表的 所以過程當中每一步每一步 你都必須按部就班的把在那個階段 那所以我們在過程當中也會要求 大家就會看到在每個階段 你應該要上傳佼佼什麼樣子的資料 這個都會告訴大家 我們跟大家提過說你們各組必須確定你的主題 那我們這學期的主題有三個 第一個是為常域而做的設計 那我們常域選的是這個西南二地 第二個題目是為人際互動來做的體驗設計 那就是你必須找到兩個受訪者 那這樣的受訪者很可能也是你的使用者 就針對這兩個人 然後我們來做人際互動體驗的設計 好,然後第三個是科技物件的重新設計 那這個我們說過就是 你從你日常生活觀察 你自己跟某一個科技物件的使用 然後以這個為基礎來重新設計這一個科技物件 那當然科技物件我們指的不是說一定要高科技的物件 基本上只要是一個物品 好,然後我們都把它當作一個科技物件來理解它 因為它必然牽涉到一定的功能結構什麼等等等等都沒有很多 那只要是一個物品你在使用它的 我們基本上就當作是一個科技物件 好,所以這三個題目裡面 不管哪一個題目你都會有一個調查的部分 你必須做資料蒐集 在場域方面你做的資料蒐集呢 就會是去到當地 你當然選定一個主題 那這個我們會在後面影片跟大家說明 你在場域裡面找到一個主題 然後針對這個主題來蒐集資料 你可能是去現場觀察 你可能去找他當地的人來訪談 都可以 那我們這裡提到就是調查所謂的人文背景 地景 那什麼是人文 這裡人文指的是人文文本 意思就是只要是人做過的事情 人一定會留下某種痕跡 譬如說我今天蓋了一個房子 這個房子算是一個物件 可是它是人蓋出來的 它已經代表這個房子背後的某些因素 某些需求 還有某些歷史背景等等 那這個就屬於一個人文文本 好那在一個場域當中 你會看到這種的人文文本呢 它形成一種特色 形成當地的一個系統 好那這就是我們 整個系統我們就稱為這個人文地景 好所以我們要做的調查 是屬於這一種人文地景 你去觀察它 你去透過訪談 或是你去翻閱我們現有的資料 好來 來當作你的分析的對象這樣 在人與人際互動的體驗呢 你要調查的基本上就是來自於你的訪談 好那我說你要我找兩個訪談對象 然後做比較有一點深度的訪談 然後這個訪談要會是轉變成一個逐字稿 好那這個逐字稿就是你分析的資料 好那第三個就是科技物件 那科技物件的話 你們要做的就是透過日記 好所以假如說你是要做第三個題目 你可能已經開始了 你應該已經開始 撰寫你的日記 好然後來記錄我使用我所選定的那個科技物件 呃的日常生活 你可以呃 觀察你使用的時機 你使用時的感受 好你使用時候的動機 你怎麼使用的等等 好然後或者是你也可以使用照片 好然後來做一個紀錄 那這些這些東西你會必須要連續的去紀錄它 比如說我去紀錄一兩個禮拜 好然後你就會收集到很多的資料 那這些資料就會是 呃你在做這個題目的時候的分析的一個依據 好那這三個題目在調查完之後 所要呃發展出來的設計 呃也稍微有點不一樣 在場域的部分 那因為這是一個場域它是一個空間 所以我們可以接受同學 你要做一個物件的設計 你要設計一個系統 你要設計一個活動 喔一次性的活動 或是你要設計一種服務 都可以 好這個我們可以接受 你可以做各式各樣的設計的嘗試 那你最後要提的呢 那你最後要提的呢 假如說你是一個物件 你很可能就是把那個物件的原型做出來 那你可能如果是做一個服務 或者是活動的話 那你可能提出來是一個規劃的 呃規劃案 設計的一個提案 好這樣子 那假如你是做第二個題目 齁 然後設計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的話 那我們會要求同學 呃 你去實做出這個物件 然後實做出這個物件之後 我們做一次的疊代設計 意思就是說 呃 物件做出來之後 嗯 我們一定有一個分析嘛 然後分析有一個想像 想像之後開始做一個設計 設計之後 你去 完之後你就把這個東西做出來去實測 好給你的使用者去去實用看看 使用看看之後 你會你會得到第二次的資料 你可以知道說 欸他到底用的時候狀況是什麼樣子 然後你知道結果之後 我們會回過頭來 跟一開始我們做的 一開始的設計的概念來做一個比較 看看是說 欸到底我們的設計 呃 怎麼樣做得更好 好或是這個體驗可以怎麼讓它更完整 好然後做過一次改良 改良之後再拿去實測 再得到第二次的結果 好那實際上像這種疊代設計的流程 應該是可以反覆不斷的進行 好那因為課程我們就只有一個學期的時間 所以在第二個題目裡面 我們就讓同學 你就做一次的疊代設計就好 好就是你把東西實作出來 測試改良 然後再測試 就這樣子 好那第三個題目是 呃 因為是你自己實用 自己實作 然後用日記的方式來記錄 所以我們可以 我們預期同學做的就是說 呃 你會做三次以上的設計改良 因為基本上 呃 基本上你東西做出來之後 你就繼續用它 然後用一用 你覺得哪裡 呃 不是很理想 你隨時都在做疊代設計 你隨時都在改良你的設計 好有點像這樣子的概念 好那所以我們會期待同學 你這個 這個物品的 改良次數會是比較多的 好那你改良的時間點 譬如說你可以 呃很密集的做兩次改良 然後再用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再用很快的再改良一次 或怎麼樣 這都沒有關係 好可是基本上 我們要看到 這個東西 你的設計從一開始到最後中間的 呃改變的過程 它是怎麼樣改變的 好那所以 這裡有一個 呃 題目的 這個 設定 就是 希望你的 設計是至少有疊代三次以上 好 好所以這裡稍微幫大家整理了一下 好 基本上 中間都是分析跟設計啦 那分析的 材料就是你前面調查的內容 好那 譬如說你是場域的話 那你的調查內容是場域的調查 那你有可能找到當地的人訪談 第二個題目就是訪談 第二個題目就是訪談 然後第三個題目就是 呃 你應該已經要開始做 假如你們這一組是要做第三個題目 或是你個人是做第三個題目的話 你應該要已經開始撰寫 自己每天使用你所選定的科技物件的日記 好你要去記錄它 我到底怎麼樣使用它的 你記錄得越仔細 好然後 越豐富 你後面做分析就會越容易 好然後 呃 這個日記跟觀察紀錄是持續進行 因為我們說過這個題目 你會做超過三次 呃 三次以上的疊代設計 好那你 你修改了 這個物件之後 你還是繼續使用它 那使用過程中 你仍然在一邊的紀錄 好就是一邊紀錄 一邊反省說 這東西到底用起來的體驗是什麼樣 我可以怎麼樣讓它 呃 呃 產生什麼樣子的 呃 呃 改變 好 那他們三個 我們這三個題目裡面 最後做出來的東西 也是有點不一樣 好 那第一個題目是 你可以做一個圓形 然後到提案階段 那基本上是否 拿去做實測 這個可以 呃 看你們的個案而定 第二個題目 基本上你就是必須要有 做出來實作 然後必須測試 然後 呃 再修改你的設計 然後再測試 這就是迭代 好 第三個就是你當然是做很多的圓形 然後不斷的測試 然後不斷的修改 要三次以上 好 所以當然會有這樣子 每一次 欸 不是每一次 就是在第一個階段 調查的階段 結束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日期 在那一個時間點上 你必須上傳你的 呃 調查資料 那如果訪談就是主字稿 好 然後你如果是有一些 呃 現場的紀錄 那可能就是影像資料 好 那你就做第三個題目的話 你就是把你的 觀察的紀錄 或是你的日記 要上傳 那因為 整個過程中 你其實一直都在做紀錄 所以 呃 第三組的同學 你就是 這個資料 你就要一直一直上傳 好 你有什麼樣新的紀錄 就可以把它上傳上來 好 那後面就是 很簡單 就是你的設計的 成果 那設計成果 你會 呃 最後有一個期末發表 好 然後 呃 會希望大家最後做一個很簡單的 這個 呃 你期末發表一定會有一個頭影片嘛 那所以就是把你的設計 的 呃 資料 比如說照片啊 影片等等 還有你的頭影片 最後腳腳上來 這個就是 關於設計的腳腳部分 哦 所以其實沒有很沒有很多 那所以 可是 關鍵就是你要 呃 按部就班的 按照 實程 該有什麼資料完成 該做什麼事 該去訪談 該寫日記 你就要去做 要不然你沒有辦法完成這 這門課的要求 好 那這裡稍微幫大家分析一下 這三個題目 那 給大家參考 純粹參考 呃 第一個是實作的難度 實作就是指把你的設計概念 實現出來 把它做出圓形 能夠測試的圓形 它們的難度 那基本上 呃 第一個跟第二個題目都是差不多的 好 然後 第三個題目會比較難 它難的原因是因為 你必須做得很快 好 你必須能夠馬上做出來 然後很快 然後又能夠自己使用 使用一陣子之後 你要馬上的改良 好 所以第三個題目 你在實作上是很密集的 好 所以難度稍微高一點 好 那在前期的調查的話 呃 呃 場域的調查是比較困難的 好 這個我必須跟大家呃 呃 承認就是場域調查比較困難 那我們會盡可能協助同學 假如說你選定了一個什麼樣的主題 那我們這邊其實有很多很多 後台資源可以提供給大家 好 比如說你只要想要找當地什麼樣子的人 好 然後你有看到一個什麼樣感興趣的主題 我們都會盡可能的告訴大家 這些 這些人在哪裡 好 那你們可以去跟他們接觸 好 那你也會需要有實地的調查 所以你會 你必須 去到那個地方 好 然後 呃 去做這樣當地的觀察 可能拍照 或者收集影片 或是去跟當地的 呃 路人 去做很急心的這樣子的 呃 聊天 或是訪查 好 那第二個題目 基本上就是兩次的訪談 好 那這個是 標準難度 好 第三個題目 相對來說難度比較低 好 那你要做的就是很規律的 好 每天去紀錄 好 那所以 呃 從這個 從這個調查難度上來說 第三個題目是比較低的 好 再來經費援助 齁 我們因為有USR的經費 那所以這個經費是提供給大家 在 呃 呃 去做這個題目 就是你的最後的成果 是跟這個場域有關的 那我們就可以提供同學 比如說你在製作你的圓形 設計的圓形 或是你在 當地訪查的時候 會需要的交通費啊 或者是什麼等等 好 這個我們可以提供給大家經費的援助 那另外兩個題目就沒有辦法 好 那這邊有幾個補充說明 呃 第一個是 其實我們可以想像三個題目 它不是 是完全獨立的 譬如說我 我可以 呃 今天我做 呃 場域的題目 然後可是我在場域裡面要設計的是 場域裡的人跟人之間的 互動 對不對 所以它沒有一定 那也有可能是我是個人的 呃 這個 呃 科技物件的設計 那可是它設計的題目 是 呃 也是人跟人之間的互動 好 所以這三個題目之間 沒有 不是絕對的獨立 好 那只是說我們有三個出發點 然後 來讓各位同學 呃 去發 發想這個學期你要製作的主題 好 那 因為出發點不一樣 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前面也看到就是 每個出發點 我們也 在課程裡面要求你要最後 呃 中間過程跟最後要繳交的東西 有一點點不同 那 沒有關係 就是反正 你最後只要完成其中一組 就可以了 好 你可能一開始出發點是B 然後最後完成的是C 然後或者怎麼樣 都沒有關係 總之那一組 必須完成 呃完整 好 經費補助我們剛剛提到的 好 就是跟二地相關的主題 都可以受到補助 好 那 呃 比如說假如說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假如你是為 為 這個 二地的人的人 的人際互動體驗 或者是遊客 在當地跟當地人的互動的體驗 好 假如你是這樣的主題的話 我們都可以 呃 support大家 然後另外 這邊有一個 材料是可以 來補助大家 就是 呃 因為我們二地的一個很重要的材料 就是竹子 好 那竹子這個材料 如果假如你用它來做你的 呃 設計的話 那竹子的這個材料也是我們可以 呃 來幫大家 提供 這個我們有跟 台南市族會有很好的 聯繫 那所以竹子材料 假如各位同學需要的話 我們可以 提供給大家 然後 要注意的是竹子的材料準備是要時間的 那個不是說你要有就有 好 所以呃 大家請預留大概一週以上的時間 好 然後去 跟我先跟我們講 然後我們來 才能夠來幫大家 來 呃 遵私的 好 拿到材料 那我們大會稍微 稍微說明一下竹子材料 好 好 這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各階段 好 比如說你該完成調查的時候 你調查就真的要完成 然後完成之後 你必須把它 放他 你必須把它轉換成竹字稿 好 那你觀察紀錄你會有影片 那是影像 比如照片等等 那這些東西你都必須呃 呃 在我們的 設定的時間點 然後在那個時間點上把這些東西上傳 好 然後 請確保你有投注足夠的時間 來做這個課程的始作 好 好 材料來跟大家稍微 稍微說明一下 這個竹子 呃 竹子 大家可能就覺得就是一隻 齁 可是實際上這個竹子這個材料 你可以拿到這個材料的 呃 種類有很多種 齁 那基本上它就是更精液 然後還有 那個 這邊有個竹臂 我們當然來跟大家講 呃 這把我們最常用的是竹子的身體 齁 那個筋的部分 齁 那我們可以取得就是竹管 好 竹管 那這個竹子的種類也有很多種齁 齁 呃 同學沒有辦法自己做判斷 大家也不知道到底竹子的種類有多少種 所以基本上你就是 你先想你所需要的竹子材料是什麼樣子 然後我們再來幫大家選擇竹子 這是竹子的部分 那竹子除了竹管之外 它也可以是一條的 像這樣子竹條 那基本上它就是把管切開 切開之後然後取一長條 這個會是一長條 好這竹條 那厚度大概差不多 4到5mm 大概這樣子的厚度 那這個 假如各位同學有特殊的需求 我們也可以來幫大家詢問 竹節 竹節也可以單獨當作材料 假如你想要用竹節這個 很不規則的形狀 來做你的設計的話 竹節也是可以為大家取得的 再來竹枝 竹枝指的就是竹子 分 它當然除了竹幹之外 它旁邊會長出來的分枝 像這個樣子 這個是竹枝 然後再來是竹面 竹面就是我把竹管剖開來 剖開來之後呢 可以把它一層一層的切開 那切開就可以切出很薄很薄 一片一片的竹子 我們這邊有個示意圖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一個竹管我可以把它剖開 剖開之後呢 我可以一片一片一片的把這個切開的竹 竹肉呢把它切成薄片 那所以基本上竹面有兩種剖法 一個是重剖 一個是橫剖 那通常我們使用都是橫剖面的竹面 因為它的材質比較一致 那因為是橫剖面 所以竹面會有分 分成比較靠近竹的皮的部分的竹面 還有竹子或者是竹子肉 竹肉的這個部分的竹面 它們的特性就不一樣 竹子表皮的這一層呢 它就比較堅韌 然後當然它可塑性就比較低 那比較靠近竹肉的呢 它就比較軟 然後甚至於我們的材料 你還可以拿到那種 因為我們的師傅很厲害 它可以剖竹面剖到 這個竹面基本上看起來有點半透明的狀態 可以透光的這樣的一種很薄的竹面 這是當地的一個工藝 就是他們剖這個竹面 你看一根竹管 然後你這樣取一片下來 這一片它可以最多 那個老師傅等級的 工藝師等級的 它可以剖40片出來 40片 所以你可以知道 它剖這個竹面的這種 細緻的工藝 這個是很厲害的 那這個東西大家不用自己剖 然後我們這個禮拜 上個禮拜去田鳥的時候 有帶大家體驗 他們看他們當地人剖這個竹面 然後那有難度 我們上學期也有帶研究生去剖竹面 然後那基本上 這門課不需要大家自己剖 這個我們都可以買到 我們的師傅他們剖好的 然後非常的專業的竹面 來給大家用 右邊這個圖片你可以看到 這竹面就有很多種 你看它有長有短 然後這個就是有皮的 中間這個也是有皮的 你看看它形狀就是比較容易變形 這個是它的一個特性 然後中間的竹肉的竹面 它基本上就比較穩定 也比較直 比較容易塑形 好 然後再來就是竹葉 竹葉這個很基本嘛 就是你們包縱子 我們包縱子用的那個材料 好 那竹根 假如你很想要做這一種很漂亮的這一種形狀 它就基本上也是一結一結的 好 然後這個是竹子的根 假如要用這個東西的話 這個是可以取得 可是竹根在使用的時候 大家要考量一個問題 就是它必須把整根竹子砍下來 然後整個把地挖開 所以竹根其實不是一個非常環保的材料 因為它會破壞掉整個竹林的狀態 好 就是假如說各位同學要用 可以 然後可是 請大家在用的時候思考一下 是不是真的一定要用這個材料 竹根 最後一個竹臂 竹臂就是這個東西 好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竹筍長出來之後外面的殼 它長大過程它第一層會把那個殼會脫掉 會有這樣子一個殼 好 那這個殼 假如大家覺得它有點 它還蠻厚的 有點像那個 這個 椰子樹的葉子下面的那一個地方 比較硬的地方 假如歌團員想要用的話 這裡也有這種竹筆的這個材料 這個材料可以幫大家取得 好 再來就是其實它有什麼東西叫 竹子的集成板 這個大家在市面上都看得到 有一些砧板 或者有一些文創商品 就是用竹子的集成板來做 它基本上就是先把竹子破成竹條 然後把竹條用黏膠黏在一起 黏成一塊板狀 這就是竹子的集成板 假如大家想用這樣的集成板來做你的作品 也是可以的 好 那竹子有一個特性就是 有一個限制 就是它必須表面處理 就是假如沒有妥善的去處理它的表面的話 呃 它會 長蟲 有可能會長蟲 不是說一定有可能會長蟲 然後就會壞掉 那所以說 呃 表面處理的方式有很多種 嗯 你可以上棋 噴透明棋 或者是你也可以上蠟 這個 假如過程有要使做的話 然後我們再來一一介紹當中的技巧 這個因為太多了 好 那 這邊有看到圖片上還有這一種 這種就是主管 然後要剖一半的 那這個東西當然很簡單 你也不需要自己剖 你跟我們說 我們幫你剖好 然後 拿到的時候就是你要的樣子 好 這個大概是主彩的一點介紹 那假如說各位同學 呃 有需要更深入的認識的話 你都可以來找我問 關於主彩的部分 好 那這個是我們這學期的 呃 一些小小的變動 然後 呃 包括這個禮拜 好 因為 有部分的同學去 去引心素贏 所以我就沒有 呃 新增太多的 的 內容 我們就很簡短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三個主題 那這三個主題 呃 我現在也 也用影片的方式 來 來 來 重新錄給大家 就是 其實不需要怕漏掉什麼東西 好 然後下個禮拜是觀察 觀察的workshop 那我們之前提出要帶大家 坐公車 坐到佐鎮去 然後 呃 佐鎮那邊有個 有個狀況就是 佐鎮圖書館 沒有辦法容納那麼 容納那麼多人 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可能就不去佐鎮 那我們在學校裡面進行 呃 然後再來就是第一次的討論時間 討論時間意思就是 這是一個checkpoint 你該要有的資料你要完成 你要能夠上傳 好 基本上這就是一個checkpoint 好 然後再來會有兩門課 這兩門課是告訴大家怎麼分析 呃 你拿到的資料 好 主要大家的用意在這裡 然後再來就是 第二次的checkpoint 這個checkpoint 基本上 呃 你的資料要分析完了 然後你的設計的概念要做出 要要要要完成 你要做一個什麼樣子的設計 所以所以中間你就是 一二三個禮拜前 給同學做設計 好 那跟 呃 設計課不太一樣的是 我們的設計的tempo很快 我們不會讓你一個學期只做一個 呃 作品然後拉得很長 不會 我們會很快讓你完成一個作品 這也比較符合現實 呃 設計公司在做 呃 運作設計的時候的速度 設計 通常是沒有讓你做那麼久的 好 那假如說你是 呃 做第一個題目 場域的題目的 你很可能設計的概念 還是比較模糊的 好 那假如你做第二個題目 基本上大概要做什麼樣子的主題 就是確定 那可能有些細節 也還沒有 呃 還沒有出來也沒有關係 總之就是大概什麼樣子的一個設計的大方向 或大概念已經完成了 第三個主題 你基本上已經 因為你已經有 呃 你自己 使用的 紀錄了嘛 然後你分析完了 那基本上你 這一次可能討論就是 你東西做得怎麼樣 你可能已經開始做了 然後做的狀況 呃 是什麼樣子的困難 我們就來討論這些 好 然後再來也是 就 又過兩個禮拜 好 那這兩個禮拜 呃 我這邊安排了一個 這個 這個 Arduino的工作方 來大家做比較進階的 Arduino 好 那我們前面提到過 假如你沒有基礎的話 請大家 呃 回去看我們有給大家一個網頁 上面有線上教材 好 請大家自己回去複習 那這邊直接會 我們會直接切入比較進階的東西 好 然後再來就是 第三次的討論 好 所以有第三次的 Checkpoint 那這一次基本上你的設計 呃 反正我們到時候會各組 有一個各組的安排 那你如果是做第三個題目的 那這個時候你基本上可能已經 第一款的測試已經測試完 已經開始做第二款了 好差不多這樣子 就是 或是第二款甚至於都應該要完成了 好 然後再來是 又有兩門課 好 那這兩門課其實是幫大家補充一些材料 好 第一個是關於失憶科技的問題 第二個 第二個 呃 是量性研究 量性方法 呃 很多同學會喜歡做問卷 對不對 問卷其實也是一個可以用的東西 那這個 這一個單元我們就是教大家怎麼樣做這個量性的設計 好 那因為我們這門課主要還是在設計的發想階段 所以我們沒有讓大家去操作量性的部分 而是做比較多的直性的分析 好 那和量性其實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 呃 我這邊會給大家介紹一些工具 到底在量性研究裡面 跟體驗相關的量性工具有哪一些怎麼用 好 這兩個禮拜 基本上就是第四次的 Checkpoint 那這個時候 呃 第二 第二組的同學 基本上你已經要完成你的設計的疊代 好 然後設計疊代可能也準備拿去測試了 那第一組場域的你可能就是 基本上你的設計案都是操作完成的 好 然後所謂的設計的疊代可能是我們的討論過程當中 或是你在後續繼續調查場域的一些狀況 來做一些設計的修正 那總之 你的設計的Proposal基本上是比較完整了 好 那第三個提問同學 你大概到這個階段已經要完成三次 好 三次的疊代設計了 好 那再來 呃 這裡又馬上接了第五個 Checkpoint 好 那這個 Checkpoint 你可以看到有兩個時段 Group A 跟 Group B 那這是 呃 我們會花很多的時間來教大家怎麼樣做Presentation 我發現我們系上的 呃 呃 同學在做發表的時候的 經驗不是的 不是很 很成熟 所以我這邊 嗯 安排了 就是一個單元就是專門跟大家來做Presentation的 呃 呃 的 的 練習 那因為Presentation就必須每一組都要來 呃 做 單獨的 討論 那因為組別眾多 所以我們必須分成兩個禮拜來進行 好 所以第 就是十六週跟十七週基本上 呃 你會來其中一週 然後來做你的設計案的 演練 好 那這個設計案的 你來演練的時候 你很可能就是每一頁的PowerPoint 大概有什麼樣的內容 你都要安排好 好 可是你可以還沒有排版 你可以排版還沒有完成 那基本上就是 給我順一次你要發表的過程 然後我們來 我會跟你們 討論說怎麼樣來做一個好的發表 然後讓人可以很引人入勝的 好 呃 呃 聽到你的發表 發表本身自己就是一個設計 所以發表自己本身也可以是一個體驗設計 好 就是像這樣的概念 好 然後到最後第十八週 就是各位的 呃 呃 在一月份 過晚元旦之後 還有一個final presentation 好 所以 呃 比較近期大家注意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 有下個禮拜 記得上課是5260 好 然後我們主題是觀察 好 然後總之我們就是在教室裡面 在成大裡面做這個觀察的workshop 下下週 呃 是非常原始的 好 每一天每一天的文字是什麼 照片是什麼 好 有很詳細的 呃 紀錄 好 然後 呃 場域組 你留一些資料是我們可以直接提供給你的 你不需要自己去 親自收集 可是 呃 你還是應該要到現場去自己親身 走一圈 好 你可能去走那一圈 你會有一 有一些影像的收集 或是你有可能 呃 跟當地人有機會對話 那這些就是 在這一天你要把它拿出來給我們看的東西 好 那基本上就是 呃 關於 各位同學在這堂課接下來實作的部分的說明 好 那這個禮拜是中秋節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呃 這裡我們給大家看看從月球上看地球 呃 的影像 好 提醒大家 呃 換位思考 好 然後走出 用用用行動 然後來去看看 呃 這個設計的可能性到底在哪裡 好 那就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